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晶晶在一块 结果两个女人一见面不对 准确的说是三个女人一见面 阔虎 因为紫霞是跟她姐姐青霞共用一个身体 阔虎完毕 反正她们一见面就齐了咔嚓的打起来了 完了又因为白晶晶打不过青霞紫霞 春三十娘就赶过来帮忙 结果就是俩人一起挨揍 本来我嫌子 靓女掐架那不得挺带劲吗 结果你们瞅走这个特效啊 整的那就一个水的攻击 袭了哗啦呀 你们是怕我晚饭吃多了不吐点 容易发胖是不是啊 还挺贴心呢 问题是你们要是光是特效辣眼 我就挤按一下精明学也就忍了 那咋连故事情节也整洗碎呢 紫霞要撮合至尊宝跟白晶晶 结果春三十娘居然还吃醋了 我不介意你有孙悟空 自然也不介意你有第二个男人 可是你不能偷偷完不带我 紫霞这第一招逼梁为常失败了 就开启了第二招找接盘响 他心思历史是他不能嫁给牛魔王 那这次他直接嫁了不就完事了吗 另一边被紫霞甩来的至尊宝 依然还在苦苦追漆 追着追着还追进了沙梦 正好碰上了一场大戏 孙悟空大战观音姐姐 要说这段个过去啊 那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但是这次我是真是 这一场大战居然能尴尬到 让我光用脚趾的就能把地板给扣穿了 这一回合是唐僧变得比较淘气和叛逆 他偷了孙悟空的月光宝盒 四处穿梭 一会儿炸死他壁垒 一会儿又靠死阿盆达 烂糟的闹到后红啊 你根本都怎么明白他们想干啥 接着孙悟空跟观音姐姐正面对线 结果还没发育好呢 他就要打大龙 最后就被观音姐姐给收了 还交给了玉帝 我也不知道 为啥他们都不在一个系统上 还要进行工作交集 别问 问就是灵活机动管理法 可观音前脚走 玉帝后脚就把孙悟空给放了 那这又是咋回事呢 原来呀 观音抓着的 这根本都不是孙悟空 而是六尔迷猴 玉帝之前把天书给写错了 让孙悟空晚出生了500年 真孙悟空来接受 但是谁承想 玉帝放下碗就骂娘 谢了墨就杀驴 下雨了就打孩子 吃饱了就骂厨子 他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天书写错了 就打算杀了六尔迷猴灭口 另一头 牛魔王把至尊宝当成异帝孙悟空 带回了牛府 至尊宝看见了 马上就要变成牛嫂的紫霞 而紫霞也碰见了 来上门逗小餐的铁扇公主和红孩尔 而铁扇公主过去又跟孙悟空 终日寒太各路家庭伦理剧 展开讨论拍个200集都不够大底的 完了唐僧又无意中放出一头大牛 这牛到底是啥 干啥咋的了 不知道 可能就是纯粹来天天乱 接着牛魔王他妹 牛香香也登了场 二代香香非常暴躁 还喜欢搞食补 讲究以行补行 所以给自己补的呀 哎呦去了 我光看他一眼都搅着上火呀 那为啥香香变成这样了呢 因为他当年爱上了个螳螂哥 结果这个螳螂哥 就被牛魔王以螳螂会吃的伴侣为由 给整死了 于是香香就开始放弃规则 放纵去爱 放肆自己放空未来 所以这个悲伤的故事 就告诉我们一个啥道理呢 做人可以没有知识 但是不能没有常识 母螳螂才吃配偶啊 大哥 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冲动了呀 再后来 紫霞跟至尊宝 坦承了自己心里的顾虑 我用月光饱和 去到未来 看了我们的结局 我死了 至尊宝却表示 撒撒水了 人固有意死了 咱们要勇敢追求爱情啊 对 没错 这话说得真漂亮 感情不是你死啊 于是 至尊宝就打算偷走月光宝盒 带紫霞远走高飞 可惜未遂 混乱中牛魔王还值得了 亲媳妇在自己头上 立了一个环保项目的小秘密 但是人家多余废话 一点没说 哎呀大哥 你还挺场的呢 那我就想知道知道 到底还有没有人 照顾一下红孩儿的感受了 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 转移到玉帝那头啊 本来玉帝以为 杀了六耳迷猴就能保全自己的人设 结果发现 居然有人在暗暗的改写天书 这给他闹心完了 期间 二郎神还来催他上朝 说大哥呀咋的了 让人煮了呀 玉帝说你上一边辣气 二郎神一听 哎呀 这安全意识还挺值得表扬的 行那你继续隔离吧 但实际上 玉帝正在这儿 做六耳迷猴的思想工作呢 他希望小六能再帮他一次 小六不干 玉帝说 那你这就是在逼我放大招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唐僧就是你的儿长 原来当年小六爱上了青霞 还化名秦祥林 结果因为跟青霞深入交流 而触犯了天条 正好玉帝需要个顶半的 就把小六给放了 可此时青霞已经怀了小六的骨肉 所以玉帝收了青霞的肉身 借用春三十娘的身体 把胎儿打入凡间 也就是唐僧 听了这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们 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那就是想深情且坚定的说上一句 终于小六被这个真相所打动 打算继续顶包去扮演孙悟空 于是他成了盖世英雄 踩着七色祥云去大战牛魔王 青霞从玉帝那拿回了肉身 假扮成紫霞 挡了那致命的一击 那这个结果 就也算是没有违背天书所写的剧情 而电影的结局就是 六二迷猴陪着自己的儿子 成功去西天取到了惊 然后玉帝破格让他代替紫霞 跟青霞变回了两根灯丝 天天光不出流的缠在一块 而紫霞跟只只毛俩人 就有情人终成眷属 继续快乐的生活了 就这部电影啊 时长93分钟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但是我依然记得 我看完之后 陷入了长达8个小时的迷茫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看了个啥 导演到底拍了个啥 大伙到底演了个啥 我只是搅着 我好累 我好冷 好想找个地方睡一觉 歇歇我的眼睛 净化一下我的灵魂 那同学们可能就有问题了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那是咋拍的 谁拍的 没错 他是由刘振伟自编自导的 对 就是那个拍了大话西游 前两部的那个刘振伟啊 就是还拍出了 东城西旧的那个刘振伟啊 你们根本不敢想象 这二十来年 刘导到底经历了啥 可能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永远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吧 行 那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